胡瓜要什麼 錄又怎麼節目 沒有人要看 不然你 現在回我 館長現身一開口馬上開砲 不過他身旁坐的 可是演藝圈大咖胡瓜 是不是以為 馬上就要吵起來 沒事 這其實只是節目效果 他槍就這麼近 那時候你看我的動作 為什麼會滾下來 因為我是往前要搶槍 你看到你只有 零點幾秒 反正你就向前就對了 我們不可能向後 胡瓜YT節目新一集 找來館長合作 回想起過去遭到槍擊的事 館長表示多少有點心理陰影 不過拋開嚴肅話題 兩人一見如故 還在現場玩起遊戲 影片發布不到一天 就吸引超過41萬觀看人次 胡瓜斜槓YouTuber 或許也是看準不少成功經驗 像是羅時鋒經營頻道 也是有聲有色 經常邀請大咖明星擔任嘉賓 頻道創立四年 就有超過78萬訂閱 被以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頻道 可能只有幾個人來拍攝 沒想到他們超級認真 超級用心 錄影過程中 還請我們喝飲料 吃點心 結束之後 還請我們去吃火鍋 我感覺我受到了天王級的待遇 逸祥來當嘉賓 也對節目贊不絕口 校問團隊還有沒有缺人 隱辛做起YouTuber 絲毫不馬虎 盤點這幾年 越做越紅的資深藝人 包含木耀四超完的台智園 和擁有多年主持經驗的KIT 全都是藝人斜槓 經營頻道成功的例子 或許也因為不少長輩 在家其實都滑YouTube 看到不少熟悉的明星 就更能看下去 不論藝人觀眾 都跟上時代的腳步 TVBS新聞林育貞 社會綜合報導